人生只要专心做好一件事就好了 2015年11月 那年我们18岁 抱着想要专心做好一件事的心情 在这个高中社团的三号情坊 我跟薛宜君决定成立傻子与白痴 傻子代表的是内心里最不社会化的那个我 白痴是被众人与潮流影响的自己 一个很傻 一个很白痴 玩团两年多 有朋友离开 有新的伙伴加入 没变得是傻子与白痴这个名字 还有三号情坊里面的梦想 我们不知道能走到哪 但是我们想要专心做好一件事 从2016年的寻光计划 大大小小的表演 持续推出的创作 到了今年登上了大团诞生 我们终于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办到一些事情 愿意听傻子与白痴的音乐的你们 帮助我们走到现在 我们的感激已经难以演表 但是现在 让我再提一个过分的要求 我们要出一批了 杀子与白痴需要你们 是的 我像我们是一样的 而你 面无表情的承认 我像你一样的承认 我像你一样的承认 我像你一样的承认